在这张图里面不太好比较 所以建议在做这种图的时候 最好只有两条线 也就是说这边把它筛选掉 我只要比2015跟2016 最近这两年 建议各位找出老板想看的图 它的知识点是什么 红色我们重点比较设为基准 比好跟比前面不好 所以我们的知识是这样写的 20年或表现好的月份 胜过前 由1月2月3月6月7月7月5月5月公司 你可能还要再写 里面差异最大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到一人数来做比较 2020年跟2021年 哇 你就会发现整个二月 台湾的今年2021年是大幅上升 为什么 因为去年同期 疫情的影响有希望民众少去一月 所以相对的在这个地方 第一出来哪几个月高 第二前面一定要写 表现最好的是几月 四六月破例最 三点你要写 然后还有11月 表现最差是不是这个地方 还有请你们务必一定要去想到 好的月份是连续的 不好的月份是单一个月 这一定是问题 为什么它应该表现是很好 可是为什么突然某一个月掉下去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反映出来的行为模式 我之前我们都只看 2015年的总利润 跟2016年的总利润 是多少来去做 这是统计 我希望你们看的是很多很多个月的差异比较 这就是在看它的行为模式 但是只是看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我还是在告诉你这就是统计 我先用口述的方式 第三 2016年4月8月11月12月 破例表现不好 输于前期 第四 2016年的11月 破例输于前期最多是11月 第五 为什么赢是连续的三个月 那第六 输的时候是单一个月 这是可以解决 通常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以这个差距的50%当作是报价 当然前提是未来的11月 它要达到这边 达到这边是基本 公司应该拟定的基本管理的策略是什么 有参严的 这块是我的 这块就是我们 感谢观看